观众朋友你有养宠物吗 现在宠物可以说是越来越好命了 很多主人非常的宠爱毛小孩 在台中有业者就是看准了宠物庞大的市场 年商机是上看600亿元 特别是打造了豪华六星级的美容住宿环境 甚至还有业者是打造了宠物度假村 里头不但有毛孩专属的游泳池 更有高档的训练课程 由宠物训练师来进行专业的教学 也让不少饲养毛孩的贵妇趋直落伍 看到飞坛咻一下直接跳进水里 咬住目标狗爬式向前游啊游的 上了岸跟同伴在泳池边继续奔跑嬉戏 这是毛小孩专属的游泳池 不管平日假日都有不少寺主 带着自家的狗狗来玩 这个是离我家最近 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到了 所以很方便 所以每一个礼拜至少都来一次 玩水玩腻了 一旁就是一大片的草地 狗狗跳起来接住飞盘 瞬间转换路上模式 要是不想自己玩还有训练课程可以上 不过三十堂就要两万七千元 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卡哇伊的科技犬在训练师的引导下 乖乖配合每一个动作要求 他是属于一开始学比较慢 但后面会了之后就蛮快的 像他他基本上那个时候花了 大概快一个月才学会 才懂得所有的指令的意思 然后后面就是训练加强他的稳定度 练习跳跃 敏捷课程 训练狗狗们的灵活度 还有踩在球上转圈圈 加强核心力量 台中这间宠物餐厅结合了旅馆住宿 美容 安清 还有餐食 五颜六色的马卡龙 还有日式寿司 以及棒棒腿 看上去跟真的食物不相上下 但是这些全是用鸡肉泥 打出来的鲜食 一上桌 狗狗们立刻秒杀完食 真的没有看到狗狗玩你 就宠他呀 陪伴 他陪伴我们 然后我们就疼爱他 那一方面是我自己有两个儿子 也没有女儿 他就是像女儿一样 业者看好台中顶级课程的消费力 砸下千万重金 打造了这一个宠物度假村 两层楼有四百坪的空间 不准引进正负压活养系统 还主打有24小时保姆陪伴 一条楼服务 课群都有 我们甚至有台北 下来就是到台中来出差 然后顺便把狗狗带下来这边住宿 一般期间住宿的话 大概就是五成 那如果说有年假的话 就是会可能到六七成 那过年的话是已经全客满了 根据统计 二零二二年 犬猫合计登记数量 已经高达两百二十二万只 全台宠物的相关产业 从二零一八年六千四百八十六家 五年后增加到八千三百三十五家 销售额也来到了三百八十七点三亿 成长了四成六 因为他过胖嘛 还要吃一些特别的饲料 然后要因为年纪也开始有点大 因为他已经五岁了 所以还要买保健品给他 一年大概二十万吧 跑不掉 四竹赶花也啃花 一个月光宠物开支 平均就要两万块 看准这块大饼 宠物的住宿也比照豪华酒店 越盖越高级 台中南屯这间主打六星级的环境 还有宠物专属的顶级碳酸全SPA 不同于一般的水 好比泡汤 狗狗也能来个牛奶浴 真的好享受 但是大行犬一次累加价七百块 然后他可以提升免疫力 然后促进就是新陈代谢 然后像好比如说肺毛 一些皮肤上有可能湿疹 一些问题的状况 可以舒缓这样子 泡完澡后冲一冲 马上进入一对一服务的美容小天地 他现在的话在剃脚底毛 那我们就是反抱 然后让他桌子上比较不会紧张 依照每只狗狗的身体状况 有些要反抱 有的因为年纪太大 身体会抖 还得垫上枕头固定 这些小细节全部都备注在一旁的单子上 这是美容师的工作指南 看到陌生人 小猫咪马上警戒起来 亦有反抗动作 美容师得用各种方法安抚他 猫咪的情绪起步比较大 就是他会很容易紧张 也有可能在美容室里面窜 他没办法像狗狗一样 然后这么的稳定的 一路完成美容 我们就是这边都是以宝贝安全性为主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不捆绑四肢 然后不畏镇定计 不打麻醉 对 然后也不用猫网 这间有两层楼空间的宠物生活馆 猫狗住宿区完全独立 一进门 一左一右 毛小孩彼此不会干扰对方 而且每个房间都有空调设备 可以全室水洗 走进来几乎闻不到异味 就是如果他有大小便 对 然后或是有其他 甚至呕吐的状况 我们就会做全室水洗 对 然后加上我们有那个冷气 那每一间的话 里面都是有配置那个管路的 对 然后也有抽风机 所以的话那个异味都是会比较 就是比较减轻的 一样是砸下千万打造 猫咪的房间 还是有跳台的挑钩设计 有四主出国 毛小孩一住就是十天 结账要五位数 这里的环境不错 然后都可以 因为他有那个监视器 我们可以随时看到 很像月子中心 宠物对四主来说 就像家人一样的存在 有经济能力的人 花钱完全不手软 台湾估计一年可以创造 六百亿的宠物商机 宠物相关产业逐年增加 有些周边商品比人用的还要贵 还要奢华 像这个仙人掌造型的猫抓住 大概跟我身高差不多高 但你有看过这个高达两百五十公分的吗 因为它主打的是全手工编织 光这一个就要价将近七万块 就是以前人羊毛羊狗 可能比较偏想要吃得饱 就是正常生活就可以了 但是最近的客人其实就会蛮多 会愿意花钱 就是像买一些造型类的商品 或是小玩具 然后去跟他们家猫猫狗狗玩这样子 宠物用的自动喂食器 还有专属的烘毛箱 随便一个都动辄好几千块 卡娃伊的这个磨牙玩具 还有我头上的沁身小帽子 以及背的这个造型背包 这些都是非必要的商品 但是很多四主现在越来越愿意 帮自己的毛小孩购买 一般像这种窝的话 比较多可能不会做到 这么支撑度这么高 然后他们这款比较特别的话 它是顶板跟后面的部分 它都有再加一块 相对硬度比较高的板子 进去去做单上的支撑 毛小孩睡在电视机里 仿佛每天上演专属节目 还有这个联名的火箭睡窝 色彩饱满 光看到就好疗愈 除了睡觉的 穿在身上的 更是一秒让人心脏暴击 套上红色喜庆年寿旗袍 后面的小红包带 甩呀甩的 过年期间有够应景 还有这套金光闪闪的龙年装扮 霸气中带点可爱 毛小孩过年也得穿新衣 它是那种直接用点货的 然后它就一次可能扫下来 那一天结账将近就是 它那个客人就三万多 台中这间宠物服饰 批发业者主打评价的台湾设计 还会跟着时下潮流 推出各种风格的服饰 可能先是时装走韩系 我们就可能走韩风的那种设计 这样子 然后外套款或斗篷款都有 就是像我们人一样 小小一件宠物衣服 越做越精致 甚至还有立体造型 宠物过得比人还要幸福 有业者还推出了宠物年菜 有一种美味 总会让毛孩完全是去敌制 精致的仿真纤实 让猫猫狗狗完全忍不住 就连毛小孩过年 也能很有仪式感 宠物商机大饼还在成长 先卡位插旗 抢下市场先机